在相当多的抗战军民回忆当中,都会提及一种清华日军所使用的小豆坦克,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它到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。 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,在刚开始接触坦克这一新新玩意时,显然会有所不适应,日军对于坦克的研究没有脱离侦察和支援步兵这两个方面,为了迎合陆军司令部的要求,日后被中国抗日军民成为小豆坦克的94式超清型坦克,就此应运而生了。 这款所谓的坦克战斗权重仅有3.4对,时速能够保证在40千米每小时,从其武器配置就能看出,完全就是为了步兵着想。 一品6.5毫米,或者7.7毫米的车载机枪,成员两人,其实这款超清型坦克,只能算做装甲车,而且,它还是当时非常符合日本人身高的,全车高度仅一米哟。 在装甲上,94式超清型坦克最后的部位,仅有12毫米,甚至用步枪弹连续射击同一个位置,都能将其装配的钢板打穿掉。 中国抗日军民将其称为小豆,可能也是由于其小河海,日军总共生产了872辆这样小巧玲珑的坦克, 并将它们分散到各个所谓的骑兵中队当中,用于进行侦查,火力支援,以及突破敌军动身防线的任务。 当然,将这款碎皮车投入到实打实的一线战斗中,显然是非常愚蠢的。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中,国军发射的派击炮,它甚至都有将94式超清型坦克炸坏的记录。 当时,日军正进攻的中环门时,一发82毫米派击炮,正好落在了一辆日军的94式超清型坦克装甲上。 这枚派击炮砸穿了日军的装甲,严重破坏了它的发动机。 从此刻见,连海机炮弹驱射,都挡不住的超清型坦克,面对中国军队一度装备的37毫米来印炮和20毫米的麦德森机关炮,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惨状? 进攻南京中环门的日军94式超清型坦克裙,城门上还写着是报国仇人的字样。 当然,小豆坦克也是能在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敌后战场,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小洒一把的。 而当遇上了拥有M3斯图亚特和M4系尔曼中型坦克,以及大量机枪火炮的美军时,小豆恐怕只能是个小豆了,因为他往往连美军坦克的身的进不了,就被步兵武器打成了一团熊熊火焰。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夸甲林群岛上缴获的小豆战车,从这两名为杀手的谢尔曼坦克身形可以比对出,小豆需有多么的渺小。 同时,美军也有使用M2重击,强击,穿小豆正面装甲的记录,冲绳战役期间被美军枪榴弹直接命中后,战损的小豆战车,因为太脆,所以这些超清型坦克, 往往都是趁着美军不注意从暗处突然杀出,袭击没有重武器的士兵,但是在巴祖卡和谢尔曼的面前,他们也不过只是个逗人笑话的鞋,心罢了。 本文为主美地域原创作品,主编人祸,原主目言北,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为经书面受陈不得撰载,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。